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千多元 求助奴户为何依然高兴不起来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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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不好的配钱 求助奴户怎样的管理 让乡图专家感觉哭笑不得 就跟我们那个路边的那个东窮捡的一样 觉得好奇怪啊 它的玫瑰苗怎么长成这样 敬请关注田间示范秀特别节目 盛夏帮福记 一进入五月份 在山东省平阴县的玫瑰镇 每天凌晨都会如期上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一幕 玫瑰花收获的季节 花农们既兴奋又忙碌 但是我们却接到了这里一位玫瑰种植户的求助 这是怎么回事呢 猪大姐 是吧 你没来啦 你好 欢迎 我来的时候我就特纳闷 咱这带着头灯找什么呢 在花天里面 这是花冠 找花冠 什么是花冠呀 花冠 你看 我摘的这个 就摘开不开的这种 你搂碰形的就行 你这儿用手捏一捏 里边没有那个影形 这里面不硬的 对 这里面叫花冠 这里面叫花冠 原来猪大姐正在采摘一种半开的玫瑰花 也就是玫瑰花冠 但是玫瑰花冠为什么要在凌晨采摘呢 您几点来地理的 今天 我今天两点准 为什么要这么早摘花啊 因为你掐花冠 你必须得是这个地儿 咱白天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白天不行啊 你白天它开得快啊 天一灵 你就眼看着 这个花就都开了 你这个花 你要是开成大花 它就不值钱了 这个地儿就等于就是 也就是敲花 敲世界 猪大姐种植的是当地的传统品种 虫瓣玫瑰 有三种状态 含苞带放的花垒 半开成杯状的花冠 因为花冠中营养成分和芳香物质积累最多 价格也最贵 再就是玫瑰花开放 有个小秘密 花垒大都在下半夜开始蓬大 黎明时分开成花冠 太阳出来后很快会绽放成大花 芳香物质也会很快挥发 价格也一落千丈 花冠 一般就是四块钱一斤 大花呢 它能卖多少钱呀 前天 美的好像是四块多 差一半 也不行 差一半呢 为了能有更高的收入 朱美兰每天凌晨两点 就开始抢收花冠 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仍然困扰着她 差两低 平均的话也九十四五百斤 求助农户朱美兰 五十四岁 山东省平阴县玫瑰镇 郭套村人 种植玫瑰三年 求助问题 玫瑰花产量低 效益差 天微微放亮 朱大姐要将 已经采下的玫瑰花 尽快送到最近的收购点 趁着排队称重的间隙 花农们也交流起了 各自的产量情况 你一共就掐这些 我那还有五十多斤的 哪里 还没开盘子的 我没开盘子的 这是您第二趟了 在底里上 你说多少地 二毛来底 二毛来底 二毛去吧 今天一共掐多少了 您能下 三四百斤 三四百斤 您种了多少亩地 十二亩 十二亩 三四百斤 几趟下来 花农们都拿到了当天的销售单 一片欢声笑语中 朱大姐却显得有些落寞 数量是三百二十斤 金额十块 这不错呀 你这看着是不错 人家管理好地 一毛地就管三十多斤 对 你看我那个 就是不信了 这一毛地才合适了 三千两块钱 这个光认一共就取两千多 雇了多少人 雇了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 一个人得多少钱 一百二二 一百二 两千多块钱 小三千 光许一共就两千多 要得请去饭钱 基本上就不整钱 就剩下钱了 根据刚才花农们的交流情况 第一位花农种了两亩地 一天能摘五十多斤鲜花 平均一亩摘二十五斤左右 第二位花农种了十五亩 一天摘四百多斤鲜花 平均一亩摘三十斤左右 而猪大姐种了三十亩 一天只摘了三百二十斤 平均一亩只能摘十斤多一点 产量不到别人的一半 跟往常一样 卖完花 大姐又回到花田 看看弟弟有没有露下的玫瑰花 你看人家种的好点那个 上面 明明妈妈的这个花 你看我这个弟弟这个 三个两个三个两个 好点的这一亩地 就是能产七八百斤八九百斤 你看我这个也就四五百斤 有 太阳出来后 一露的花农就开成了大花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大姐每天卖完花冠 还是要再摘一遍大花 多了能卖钱 少了就做成好吃的 这些大花都可以做成什么呀 可以做玫瑰酱 还可以做花冰 把这些开的都摘掉哈 开了就都摘了 大姐您这是除了摘花还拔草呢 看见又搓就拔着 成为您习惯了是不是 反正是倒地里就是蔓延着进化 其实露下的花很少 而且当时地里面也没什么人了 大家都已经回去吃早饭了 但是大姐呢 她还要再回地里面转一圈 还要再拔拔地里面的那些草 我当时觉得她太用心了 而且很珍惜她的那些花 鲜花酱就像是玫瑰花 给予花农们的一种馈赠 一层花瓣一层糖重复撒匀 花瓣和糖的比例是一比四 然后用手揉搓 直到花瓣的枝叶将糖充分融化 在阴凉处放置三到五天 就可以食用了 玫瑰花酱做馅 还能做成鲜花饼 大姐你这样的看的是啥 这就是演的这种玫瑰酱 这个是我用这个鲜花 做的这种鲜花冰 自己做的 你尝尝 我尝一尝 外皮好酥 里面真的是半半分明的这种玫瑰 就是玫瑰花 尝尝 玫瑰的清香味 而且甜的是它不厚甜 不厚甜 很香 我直接款一下这样尝尝呗 可以 可以 就跟那个黑糖蜂蜜一样 特别好吃 它原来酿好的酱这么好吃 品尝完玫瑰花 帮小妹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 猪大姐所在的郭套村 种植玫瑰花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大姐依然种不好呢 以前我是养鸡的 养鸡专业活 养鸡专业活 这个后来市场也不大兴了 这两年又落着火 年龄大了 个人种不了了 感觉有时没日灌鸡专业了 这些花就已经浪费了 看这些花还都得省花期 所以说我就撑饱了吧 咱没什么经验 产量一直都不好 你看现在就我这个灌鸡房 这个落不着钱啊 她是凌晨两点起床 但是吃早餐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这期间她一趟趟地要摘花卖花 关键是还赚不到钱 我这一趟跟下来 我挺心疼她的 现场诊断 什么情况让乡图专家惊讶不已 你这里你是怎么弄的 你这里你是怎么弄的 大姐 由人工修剪 变成效率更高的电锯修剪 为何却不行呢 第一个是会晚 你晚了之后你的价格就下来了 它的这个产量也不会高 玫瑰花冠茶和大花茶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不要走开 稍后精彩继续 我叫台玲玲 2014年嫁到了平一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玫瑰 从学习种植到发展加工 我用了九年时间 我觉得玫瑰产业有非常大的潜力 我也想探索出玫瑰花更多的可能性 乡图专家台玲玲 33岁 山东省平一县玫瑰镇人 面积2000多亩 玫瑰花亩1000斤以上 周大姐 我给您找到了一位专家 一看大姐平时就特别用心啊 弟弟 一点草没有 是不是天天在这里忙活 天天就猫到弟弟 不电话的时候 就是有空我就得弟弟转一车 有空就得弟弟转一车 茶余饭后的就是生活就在这片花田里 别的技术咱不懂得 反正是看见地里有操操是没用的 咱就想拔它去 你看我没用的也是这个农家肥是吧 能看到吗 哪个是养肥 哪个是 花鞋嵌是一边这个夜免费 花期过后上一些那个幼稽肥料 听别人说这间就说是上这个幼稽肥 花也响 花板也好 今天我买鞋嵌就花了1000多块钱 这个是正确的 是有机肥这个是很好 这个地里打理的挺干净 看着好像是这个主人还挺细心的 但是仔细一看它上面没什么果 就是从心里还是挺疑惑 除草和水肥方面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产量就是上不去呢 三人在花田走着走着 忽然被挡住了去路 你看咱这个行间距还是太窄 你看到吗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咱这个杭脊脊脊一灭 也是这样种的 后来怎么就觉得就是产量不乐人家那个狗呢 我就说是不是枯儿树勺啊 是不是喜啊 这边有那个肯儿稍微大的地方 我就有加一颗 加一颗 实际呢其实适得其烦 你看你架了这一株 这两边的它就这个 整个这个玫瑰苗 它就长得就是产量就不行 它就哎 你看你后边没有加的 你看它这个就是苗就高 你看见吗 看起来是省 其实是你这个 你看它就把它俩的营养给吸收了呀 很简单的道理 杭脊过小 玫瑰花不仅营养竞争激烈 产量和品质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专家认为 猪大姐后栽的玫瑰苗并不是很多 杭脊应该不是产量低的主要原因 那是怎么回事呢 哎 你这一是怎么弄的 你这一是怎么弄的 大姐 主要台老师 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我也没看出来 你看见了吗 它这非常平 它都没啥果你知道吗 就跟我们那个路边的 那个东窮捡的一样 觉得好奇怪 它的玫瑰苗怎么长成这样 太整齐了 我这是为了生活生理 我用那种就是那个人家那个怨铃 那个那个什么 叫我画的那个东西 扫的 汽油箭子 对 汽油箭子 那不行 扫的 你就图生工生理呗 人工修剪 那得花多少钱 我这样用这个东西扫很快 我这样有生工有生理 为了获得高产 花农每年秋冬季 都会对玫瑰树进行修剪 因为玫瑰树的枝条和叶片上 都长满尖刺 所以修剪是最繁琐 也是最废工的阶段 种了30亩玫瑰花的猪大姐 为了省工省力 都是用电锯修剪的 那为什么不行呢 大姐你看 这种汁啊 就是老汁了 然后你看 这个汁至少得五年了 您怎么看出来的呀 枝条上这个皮啊 已经很粗糙了 然后呢刺也很少了 结到果也很小 就结一个果而且还小 您看这种枝 您看这个 它的那个 哇 这么密密麻麻的刺 这个一看就是很嫩很饱满 这个枝应该是三年的高产枝 这一朵上您看见了吗 至少都五六个花苞在等着要绽放 你用有剪刀剪掉的都是这种高产枝的枝头 知道吧 您看它的花朵 是吧 您看它这个 你花朵你比一下 一个位置上的枝条上的 它的花朵的这个 差距也很大 高产枝 稍微剪一下 就光把这个头给插一插 不能太高 保持在一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 那种五年的老汁 直接剪掉 直接剪掉不要了 不要它了 原来为了取得玫瑰的高产 修剪分两个步骤 一是花后剪掉五年以上的老汁 这样营养能多供给给三到四年的高产枝 等落叶后 对高产枝上的当年生枝条 留两个侧芽进行短节 这样枝条的顶端优势被抑制 本应供给给枝条顶端的营养 供给了侧芽 来年一个剪口就能长出两个花枝 玫瑰花产量就会增加 但是猪大姐的平头茧 把当年生的枝条全部剪掉 在老汁上重新生枝开花 不仅需要消耗更多营养 产量和花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你发现了吗 它这些芽都是新帽的 现在看出来了 你看我这个就是剪得厉害了 剪厉害了 这个都是菜毛上来的 你看看 切上来的这就是 第一个是会晚 晚了之后你的价格就下来了 它的这个产量也不会高 你还没想到它这个影响这么大 产量一下子比人家下了一本 咱不都这个极树 所以说用这个东西剪了 非常后悔 蔡老师你看我这边这个产量 今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今年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今年我们的收成都已经 时间已经过半了 晚了 有点晚了 兼具等花期结束了 你再把它就是说 该去的就去 别心疼 等花期结束了 你按照我的方法再去管理好 然后为明年咱的收成 再做铺垫 嗯嗯 只能是这样的 蔡老师 你那边的这个花 肯定得比我这好 我们那边的产产 一年能达到900到1000斤左右吧 这么够啊 嗯 差的太多了 嗯 那我上您那去看看去 可以吗 行可以 随时欢迎你到我们那边去 好 一定得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 等摘完花 帮小妹和朱大姐 一起来到了乡土专家的基地 真是哎呀 你这个产量真是 哎呀 这我呢 我我真是没法比了 是啊 哎呀 你看啊 不只是一半的产量了 你看你这 哎呀 那真是 不一样是吧 哎呀 差多了 确实是不一样 你看我那个啊 根本都看不着花啊 看崔老师这也 还是红冬冬的果子 确实红冬冬的果子 哎呦 又多 你看我那个啊 就就就这一枝上就四五个 就算是多的了 你看你这个的 这有多少 你说咱说说看 哎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这一个小的 小的十四个 早上起来我已经摘了一遍了 对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都是摘了的了 十五六个一个 好的优秀的 人家它那个 官吏是真好 人家这一个植树啊 有十几个 你这产量多大的差距了 那个心里也好看 球庭 它面广 你看这边上这个 哎呀 全都是花蕾 你看都是 基本上留的都是三年的主干 然后有几个一两年的 这个小的 打理出来之后 你看它这个是收松 是有序的 然后通风也很好 看人家这捡的这个 这烙纸这个都去了 这就是兼职技术 这就捡的好 其实它上面没有说那么多 也每一个都要你捡 可能就三四个 纸条需要你剪掉 说白了你一天多收益的 就是就够你那个 那个工人的 就是这个 这个 剪织的费用 修剪的时候 费这工办了 就是到时候参加上来来 其实还是那个 合适的 大家想明白了 没有白下的功夫 从基地出来 台老师带着两人 来到玫瑰花冠茶的 加工车间 玫瑰花冠经过挑选 上花 低温烘烤等七个环节 三十个小时的加工 一朵玫瑰花冠 才能成花冠茶 外面摘的时候 有大的有小的 这个到你这里 这好像没大区别了 我们在市场上 也见过很多 各式各样的 这样的玫瑰花 我们应该怎么去挑选呢 为了解答两人的疑惑 台老师又带着两人 来到了挑选车间 我们会根据它的花形颜色 大小进行选集 怎么挑选呢 这样的 这样的 你看 就是我们的花冠王 这种价钱就比较好 花朵大 紧实 花色均匀 香气也很好 然后半开不露花心 半开不露花心 它的直径都在2.5厘米以上 其次是特辑 它和花冠王的区别就是尺寸 稍微小一点 然后是一级 然后是那个绽放型花朵 绽放型花朵就是这种 它在烘烤的过程中 花心也就露出来了 有一些能量也就释放了 这种就价钱稍微低一点 了解了玫瑰花冠茶的挑选和分级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 开放的大花和半开的花冠 价格上差一倍 做成花茶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优质的它口水里 一个颜色特别深 一个就是霉色 对 这个花板一看就厚实 然后那个颜色也很浓郁 我们来冲一下它的肺呢 0.87克 0.87克 你看这就不行了 这个是吧 有点4克左右是吧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采摘啊 还有种植过程中要这么用心 最后达到拿到一个好的一个成品 非常的不容易 花冠茶 花瓣厚实更耐冲泡 大花在几次冲泡后 基本就没有颜色了 我们这一种甜反复冲泡它都不会散 它这个香味刚入口真的很明显 它是扑鼻的 这个就属于清香的口感 这个甜味也比它稍微重一点 好喝 你觉得呢 好喝 不一样是吧 不一样 品尝完玫瑰花茶 为了让大姐的玫瑰花明年有好的产量 台老师告诉朱大姐 等花期过后 就要开始着手整改 大姐 你这个玫瑰花采蘸完有多长时间了 又一周了吧 一周了 新芽都出来了 新芽膏出来了 现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剪吗 可以剪了 你看这个就是老枝 它的叶片小很小 都粗粗了 然后都黄了叶片 然后也没有新芽冒出来 没有新芽冒出来 对 你看这样的都有新芽冒出来 这样的 上面的都有新芽 这个就没有 这个它们带着没甲枝了 抄底把这个老枝老桩剪掉就行了 这就是个低产质了 这就是个低产质了 所消耗的营养 再就是为夏秋季的枝叶生长提供足够的营养 距离是二十多公分 距离是二十多公分 然后深度是大概十几公分 今年呢 你在这边试完肥 明年花后 你到那边去试 这样就云试一点 这样来试的 能种出好的玫瑰花 是每个花农的愿望 但要想真的种好 就需要在每个环节上精心管理 相信通过此次帮扶 朱大姐的玫瑰之路也会越走越好 这些玫瑰花 那边试着 预扶折 订阅 试试 下次见 不成功 我